另外来看到明显的挑战公权利 就在十年前 艺人看到是萧淑胜的委任律师 那么从高等法院开完庭之后 遭到黑衣人来殴打 有帮派飞行的黑衣人全部殴打他 我们也想到十年之后再度发生 先前艺人萧淑胜的许姓委任律师 十多年前在高等法院开完庭 竟遭四名黑衣人殴打 而这四人当时甚至向律师掐瞎 随即逃离现场 警方调查发现和土地买卖纠纷有关 当时有竹联邦背景的第三方意图介入 但被律师拒绝 没想到引发不满遭竹联邦分子殴打 为什么他以下要认罪 以下要直接不认罪呢 我想上次那个法官已经讲的 是良心协商 戴着眼镜西装笔挺走出士林地院 这名徐姓律师当时在博爱特区 遭殴打引发各界关注 但类似事件又再次发生 去年11月一名女律师下班离开失务所 遭到一名男子从后方殴打 吓得赶紧报案 警方追查找到动手的张姓男子 他公称是一名竹联邦 已故大哥委托处理 再找其他两名同伙拿钱办事 获得报仇后会再殴打另一人 而他就是女律师承办的徒弟诉讼当事人 疑似律师打赢官司后 让相关利益者不满才会受害 虽然幕后竹联邦藏进人已经离世 检察官也先以共谋犯伤害罪 将三名男子起诉 更惊人的是 其中一名同伙曾在捷运站外丢汽油弹 离姓嫌犯有毒品前科 上海检释犯案工具 警方将他一公共危险罪送办 不过时隔两年调不到最关键点火画面 也无人伤亡遭判无罪 但这名女律师不为竹联邦 赢了官司却遭寻仇 13号起诉三名嫌犯 也给了立站黑道的女律师 一个公道 继续报道